国殖民地,不少法国人远渡重阳来到这里,这群人或贫穷或富有,但都统一地看不起这里的一族人。 简亚来自法国,抵达西贡那天,他坐在轮船上,望着掀起层层海浪的海面,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此时他的年纪尚小,但已经有了吸引别人的魅力所在。 他站在围栏处看风景的时候,还有人在窗户里也将他当作了一道风景。 女孩的特别吸引了华裔东尼,终于,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悸动,朝简亚走去,将烟盒递给简亚时,手指还有一些止不住的颤抖,两人你来我往的说着话。 轮船到岸时,东尼邀请简亚上了车,简亚也默许了这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送自己回学校。 车子产量气派,是简亚从未享受过的奢侈,外面正直剩下,两人的手指却在东尼的主动下慢慢靠近。 十指相扣的那一刻,简亚没有退缩,来到学校后,简亚得知,学校里的有些女孩会通过身体向富豪们换取钱财。 不知为何,东尼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脑海中,挥之不去。 第二天,简亚又看到了那辆黑色的汽车,她知道车子里坐着谁,所以她跑了过去。 在车窗上留下一个吻后,又转头跑开了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车子再次出现,仿佛是做了什么决定般,简亚快步飞奔过去, 坐上了那辆汽车。 东尼带着她走遍了大街小巷,最后又来到了一处房屋。 两个人在昏暗的空间里聊几天来,东尼直败地问道, 如果有个和她一样有钱的男人,简亚是不是也会跟着她走? 说到这个问题,简亚心中也不是太清楚,但她还是坦言道也许会。 不过在这之前,她从未跟别的男人离开过。 露骨的话让这次见面变成了一场纯粹的交易。 东尼心中突然犹豫起来,她想要离开这里,简亚却拦住了她。 两个人小心翼翼地为彼此剥离着身上的束缚。 简亚主动亲吻了东尼,在这个燥热的日子, 他们仿佛在冬天里渴求温暖的动物一般,把自己交给了彼此。 夜晚,两人间的情愫还会消退,东尼又带着简亚来到了高档餐厅吃饭。 她夸张地享受着满桌的美食,甚至有些顾不上说话。 但她还是调侃地说了一句,如果家里人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, 一定会狠狠地惩罚她。 不是因为她的行为浪荡,而是她竟然和一个华裔彼此缠绵。 他们开始越来越放肆地在一起, 那辆黑色的轿车几乎每天都会停靠在学校门口。 一来到那个密闭的房间里,他们就在对方身上索取着。 但渐渐地东尼发现,好像只有自己沉溺在这份柔情里。 她向简亚提起自己的未婚妻时, 简亚对这件事的兴趣还比不上一桌子的饭菜。 简亚虽然不想家里人知道,却也没有刻意隐瞒。 因此偶然,母亲看到了简亚坐那辆黑色的轿车里走下来。 她质问简亚做了什么, 简亚的哥哥还用难听的话羞辱着她, 尽管她自己还靠啃着家里的血来吸毒, 但对于妹妹做的一切,她都深感不屑。 然而第二天,简亚却带着家里人复原了东尼的宴席, 一家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华裔的鄙夷。 面对东尼为了缓解气氛的滔滔不绝, 他们都选择了无事, 只是埋头吃热桌上的盛宴。 在他们眼里,东尼能够为他们这群高贵血统的人买单是一种荣幸。 整个夜晚,东尼在羞愤中保持着自己良好的教养, 等到人群退去, 她才终于按耐不住, 将愤怒都划作了一巴掌, 发泄在简亚脸上。 她不是害怕羞辱, 她只是在愤怒简亚会默许别人这样对待自己。 挨了一巴掌后,简亚也没有生气, 她向东尼要了一笔钱, 就她看来,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交易而已。 第二天,简亚把钱拿给了母亲, 原本还对女儿行为不齿的妇人突然转变了态度, 甚至主动邀请学校在夜晚的时候也准许简亚出行。 就这样,简亚和一名华裔男子有不正当的关系的留言, 渐渐弥漫了这所学校, 她开始被排挤,被孤立, 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偷偷羡慕着这种生活, 但更多的, 还是在用唾弃的方式让自己撇开关系。 伴随着一天天的相处, 动力开始逐渐沦陷, 她的家族是当地的大户, 她一辈子生活在浓厚的封锁人文中, 简亚的出现就像她古板人生中的一个礼物, 等她准许自己陷入情愫中的时候, 就已经暗示了她不可控的未来。 东尼将母亲留给自己的戒指送给了简亚, 还去求了自己刻板的父亲, 她第一次想挑战的一些成就的教条, 迎娶了一个让她动心的白人女孩。 她的父亲没有很生气, 甚至没有多少反应, 只是平静地告诉她, 要么娶一个商业联姻的妻子, 要么精神出户, 去迎娶了一个白人女孩。 东尼把这一切告诉了简亚, 她尽量轻松地说出这些话, 让自己看起来没有恢复太多压力, 简亚却淡淡地赞同了她父亲的意见, 在简亚眼中, 她却应该按照人生既定的轨迹去生活, 封键的顽固没有击垮东尼, 简亚的冷漠却让她挺住不前了, 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终究要落下帷幕, 东尼的婚礼很快举行, 那场盛大的婚姻引来了无数人的驻足, 包括藏匿在人群中的简亚, 但这一次,无论多少个回眸, 他们都不能再彼此相拥了, 从那以后, 黑色的轿车再也没有出现过, 很快简亚就要回国了, 她坐在轮船上, 岸边的角落里有一辆黑色的车子, 她静静地停靠着, 却知道轮船开动, 里面的人都没有走下来, 夜幕来临, 看着寂寥的海, 听着悠然的乐曲, 简亚想起了东尼的出狱, 她突然抑制不住地想念那个男人, 也许直到这一刻她才明白, 自己也早就喜欢上了东尼, 带着这份遗憾, 简亚回到了家开始了乏味的人生, 她结婚又离婚, 后来又成为了一名作家, 那个男人像是从未出现过, 然而在她末年的时候, 她收到了东尼的信, 这么多年来, 东尼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她, 但因为知道两人再无可能, 所以她没再表露心悸, 只希望在生命的最后, 两人能共同回想曾经那份爱恋, 让这永恒的美好, 永久地留在彼此中,